政治焦點了 在侯友宜的部分 因為現在看起來 還是處在一個老三的危險邊緣 那來自綠營的攻擊都沒有少過 包含像是日前宣布 癥結不起訴的新北某幼兒園的餵藥案 前衛福部長陳時中 在這個時候就跳出來批評了 說新北市政府啊 第一時間急於切割 那昨天可以看到侯友宜是反嗆說 你護主也不能護成這樣吧 而另外根據這個媒體 這個民調大家不知道 它的一些顏色是不是有搖擺的狀況呢 到底準不準呢 因為根據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的民調 侯友宜仍然是墊底 不過這一次侯伴不忍了 罕見發布聲明 痛斥這個民調是惡意攻擊 而且司卯昭之心路人截止 新北市會要按雙雙癥結不起訴 但沒看到造謠的民進黨 有任何人出來道歉 前衛福部長陳時中甚至繼續護航 在第一個時間裡面 我們看到就是侯市府 是要切割這個案子 所以快速的處分 並沒有經過詳細的調查 又來了 又多了一位造謠者人們 護主不能護照這樣子 會拚拚的吧 日前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 公布民調賴清德百分之三十二點四 侯友宜十七點六墊底 這讓侯伴罕見發聲明痛斥 是有惡意政治目的 端看過去這家民調 不但背景侵略準確度更差 曾在柯知恩競選高雄市長時期 做出民調與實際差距多達百分之二十 台北市場選舉 結果也誤差百分之十四 說這個協會做民調的目的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刻意操作的民調 毫無參考價值 要掃除老三負面形象 國民黨對外不斷展現團結 哥哥侯明豐半分身忙助選 同樣京劇聯發 今天兩個對手都是醫生 但是各位想看看 你敢不敢去我看白 現在 我也說一句實在話 柯文財現在比較沒開刀 有人說我們弟弟拿草包 實際上我們是草地人 好吃的包子啦 萊營強調團結 但侯伴執行長金普聰 日前嗆聲除掉 換侯農包引發反彈 學者直言金普聰要當黑臉 侯友宜就得懂得接球 你應該要針對 金普聰配個農包說 可能去進行 比較直白的一個論述 去扮演管家的一個角色 欠安內才能攘外 侯友宜拼絕地反攻 得先撫平泛藍情緒 才能把戰力最大化 記者彭英德 蔡平宏新北三網報導 的確現在藍綠白 不管是這個侯友宜的民調 還是說會有四卡都加入呢 這個郭台銘的變數 大家也在持續的觀察當中 郭台銘14號出席了 梅利島董事長吳子佳的 董事長開獎高雄廠的活動 在活動上面論述都以國政議題為主 那時事評論員黃陽明就分析了 以民調來看 就算郭台銘全力的衝刺也衝不太起來 侯友宜應該要好好的把握機會 郭台銘他講所有的議題都是國政的議題 不管是能源經濟 這個兩岸 甚至包括他的飛機 如果我說實在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要選 就是說他今年曾經要爭取這個總統的提名 這樣的一個過程 他的私人飛機怎麼用 他真的不需要跟我們報告 那會被問到這些問題 都是因為他有一個懸念 就是要不要選總統 也有很多民調都做出來說 哎呀他現在至少穩穩的 就是大概15%的底 然後呢很多他的 就郭台銘的支持者會說 都還沒有運作 都還沒有衝刺 就有15%了 衝刺下去還得了 但是你換一個角度就是 就是如果 如果他衝刺下去 我不認為他會更高 現階段在藍白彼此 目前沒有人要讓的狀況下 他一旦宣布 第一個那個15%裡面有一小部分是綠的 確實所有民調都顯示 有大概10%左右的綠營的 就是賴清德之者會有10%會轉投 轉投郭台銘 那這10%會不會歸對 當他拱出了郭台銘之後 他們會不會就 就是任務性達成了嗎 因為你你越亂 在野陣營越亂 對賴清德越有利嘛 好所以我說這個都還有待觀察 這絕對不是大家想像說 現在15%以後就一定是往上 不一定 這個都都很難說 但是郭台銘他現在呈現出來的 這些企圖心 都是所有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要非常的謹慎應對 只要郭台銘沒有宣布的一天 對侯友宜就是機會 一直都還在手上 什麼什麼機會就是合作的機會 不過侯友宜也試著要跟選民來做溝通了 他昨天是拋出安心租拼設宅 直炒座挺青年優先住 這五大的居住政策 那其中在安心租的部分 他認為要實踐租金實價登陸 讓整個租屋的市場能夠更加的透明化 那藍儀也認為這一項舉動會讓年輕人更有感覺 侯友宜在提出政策的同時也將炮口對準了民進黨 批評民進黨喊了八年的住宅政策 結果二十萬戶的社會住宅竟然是跳票的 侯友宜也強調如果他當選總統之後 絕對不會讓青年朋友們失望